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就是要做一个肠道的我们的准备 肠道准备 我们说的算是肠道准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准备不好 那就会影响我们医生观察的一个视野 因为你的场地上 比方黏附了一些大便等等的东西之后 你可能就看不到一些 应该看到的一些 造成一些漏症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的话 我想如果是我们讲 如果说的是普通场景的话 那还得做到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可能会减肠过程中 会有一些不舒服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讲这些准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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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